美文迪來看第二篇 98年學的第二篇 他講的是Online 第一題考陳專誉 第二題考單字 第三題考關帶關付 第四題考單字配文法 第五題考單字 所以他的配分還算是平均 我給他B加級的 好 那第一題陳專誉 一定很多人錯了 那第三題的關帶關付 沒關鍵當然錯了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鳳梨 請看71頁 下方註解 Pineapple 如果當作鳳梨樹是可數 如果是鳳梨樹中產生出來的水果鳳梨 就不可說 看懂他就好 第二個上學期紅本的字對不對 本國的圖生圖長的 當名字本地人原住民 沒有問題 第三個老朋友 逐漸的 by表差距 little by little 一點點加一點點 一點點減一點點 逐漸的 或是by degrees 一樣by表差距對不對 degree叫程度 程度上慢慢增加或慢慢減少 我們說記系詞加名詞變成負詞片語 那後方的名詞原則上都會用單數 但是有幾個罕見會用負詞 這是其中一個 記得用by degrees 你要用負詞型 不要寫錯 或是用單字 gradually 逐漸漸漸漸漸 很簡單 片語要記哦 好 第四個 shortly 時間很短的就是什麼 不就很快 馬上 這個簡單 第五個 好 這是SB 機的前十名字 對不對 spread 所以我們在這學期 或者在各大題 看到它的 intrig 這個spread可當集物 可當不集物 可當名詞 先注意動詞三態不變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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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讓有形無形的東西 從中心點往外擴展 擴張 蔓延擴散 對不對 比如說你去文明擴展 或是像散佈疾病 散佈消息 散佈謠言 對不對 像展開我們在上學期的自變 講到什麼 熊的孔雀要求我的時候 會展開他的尾巴 那個老鷹展翅 你可以用面積的擴張膨脹的expand 或是用spread 有印象吧 或是像是什麼消息疾病等等的蔓延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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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超級重要 接下來 動詞三態不變 好 第六個老朋友 civilize 開化教化 名詞civilization 再來voyage 我們在上學期的自變 教過各式各樣的旅行 如果是海上航行 航海或太空的航行 你必須用voyage 對不對 OK的 好 那沒什麼問題了 來 麻煩請您看第一句 The pineapple 鳳梨 Long a symbol of Hawaii 已經是夏威夷的象徵 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夏威夷 那個鳳梨 想到夏威夷會想到很多東西 對不對 湛南的海 金色的沙灘 椰子樹 烏克利利 比基尼女郎 OK 但很少人會想到鳳梨了 OK 好 你告訴我為什麼這邊會有個long 為什麼 你會很常看到 好 來 這個句子結構跑一遍 注意一下 它在文藝選項當中也出現過 現在完成式 複數型 have 單數型 has 過去是 had 好 加上過去分詞 那就是完成式 現在完成式 單數複數 或是過去完成式 再加上for a long time 加油 for a long time OK 好 某一件事情 已經做了多長一段時間 OK 那我們講for a long time 當然如果是用現在完成式 過去完成式 還是要看到整個句子的文法的處理 你其實 你很常看到 是把for a long time簡化 簡化成long 但是你簡化成long的時候 你必須要放在完成式的中間 天氣的分別很脆 抱歉 這樣 懂了嗎 OK 比如說約翰已經離開很久了 John has left for a long time John has long left John has long left 我的音樂已經去世很久了 My grandfather has long been dead 懂嗎 OK 好 那今天本句 Depine for long a symbol of Hawaii 到底怎麼樣呢 原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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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他本來是這樣寫 Depine apple 鳳梨 什麼鳳梨 Who has long been a symbol of Hawaii 已經是夏威夷的一個象徵物 有很長一段時間的 對不對 我們說怎麼樣 關系代名詞跟B動詞 同時存在 或同時省略 Right 好 所以第一個動作 關代省略 Right B動詞不管是yes are was were have been has been had been 他都是B動詞 只是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型而已 所以第二個動作 把B動詞完成是has been 省略 所以本來是hich has long been a symbol of Hawaii hich 省略 has been 省略 變成the pine apple long a symbol of Hawaii 看到了吧 原來如此 像我們會花時間研究這個 保證你在後面 這題目一定會看到 保證會看到 OK 30年的學測 考的東西有多少 對不對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看到 好 the pine apple long a symbol of Hawaii 已經是夏威夷的象徵物 有很長一段時間的鳳梨 was not a native plant 當時並不是夏威夷土生土長的植物 不是他本地的植物 怎麼樣到底 pie apple did not appear there until 1813 鳳梨當時並沒有出現在there 夏威夷那個地方 直到1813年時才出現 好 你要選哪一個複製成專誉 for example 單因舉例的例如 in fact 產生前後文藝 有別譽前方文藝的對比的事實上 as a result Therefore 代快 因果關係 little by little 逐漸的 當然第一題不可能選little by little 對不對 他文藝根本不搭 那你告訴我 第一個空格的前後文是 好 取例還是相對比 還產生對比 還是因果關係 我們先把這個不對答案刪掉 你會不會選as a result 因此 有人靠感覺喔 你看 好 很長一段時間 是夏威夷的象徵物有很長一段時間的鳳梨呢 並不是本地的植物 因此 鳳梨一直到1813年的時候才出現在哪兒 通不通 不同 為什麼 什麼叫因果關係 你的因果關係是必然是因果 我這樣用邏輯來告訴你 你會不會因為夏威夷當時沒有鳳梨 所以鳳梨出現在夏威夷 會不會因為夏威夷原本沒有鳳梨 所以後來某一天鳳梨必然出現在夏威夷 它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所以這不通的 懂了嗎 不要靠感覺 所以c不能選 好 A選項for example 例如 你覺得這是舉例嗎 他不會啊 他陳述一個事實啊 對不對 你怎麼會用例如咧 OK 所以B選項in fact 對不對 事實上 in fact in fact as a matter of fact 我們的陳傳語 不論是定義代換邏輯都很清楚 那B選項是唯一可以選 但是我們說in fact 事實上是陳述有別於前方 產生對比的一個事實啊 那他是對比嗎 沒錯啊 想到夏威夷 我們就會想到鳳梨 好像鳳梨在夏威夷 已經存在了很久的一段時間 事實上並沒有那麼久 1813年才出現 對不對 這是最好的邏輯 所以答案選的是B嘛 清楚了嗎 真傳也要小心 好有英文在跟我討論 第二空格 the pineapple was found in Paraguay an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Brazil 第二空格不管它 不會破壞句子結構 先不要管 鳳梨當時被發現 是在巴拉圭 an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Brazil 以及在巴西的南方 南部 好那第二空格副詞 鳳梨被發現怎麼發現 nearly幾乎被發現 所以從來沒有被發現 對不對 recently 最近被發現 明明是在講以前的 十九世紀的事情 怎麼講最近 originally 紅本的 原本起初 shortly不久不通 所以當然選C 送分的 對不對 鳳梨原本是在巴拉圭 以及巴西的南方 被發現的 C 紅本的是 natives planted the fruit across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and in the Caribbean region 當時的原住民 種植這種水果 across 遍及南美洲 中美洲 以及在加勒比海地區 而在加勒比海地區 什麼地區呢 關代關父 Christopher Columbus first founded 克比斯多福哥倫布 最早發現了這種東西 好了 第三空格對我們來講 已經是絕對送分的 因為它擺明就是 考關代或關父 對不對 那最基本的動作 如果空格後方結構不完整 選關代主格或壽格 如果空格後面結構完整 選具有副詞特性的官父 所以看第三空格後方 Christopher Columbus first founded 有主詞 有動詞 有壽詞 it 不缺主詞也不缺壽詞 所以它是一個結構完整的句子 所以第三空格要選 具有副詞特性的官父 而先行詞是加勒比海地區 所以應該要回爾 所以當然選豬 對不對 很簡單 好我們在一樣 我都會習慣再翻譯一次 訓練 閱讀理解力 他說 北美原住民 在南美洲 以及中美洲 還有在個人部 最早發現它的加勒比海地區 種植這個水果 好了沒問題 回爾關父 他說Columbus brought it 個人部帶著這樣東西 along with 巨型保典有講過 連同 along with together with 對不對 個人部帶著這種水果 連同many other new things 以及其他的鮮玩意 新鮮事 back to Europe 跟他一起回到歐洲 from there 從歐洲那個地方 the tasty fruit 這個美味的水果 怎麼樣throw out other parts of civilization 擴散 遍及其他文明的地方 OK 好了 那第四個空格很簡單 你看the tasty fruit the tasty fruit 是主詞 所以第四個空格當然要選 真動詞 那我現在講的是 哥倫布時代的歷史 所以當然用過去式 所以第四題很重分 你怎麼會選b不定詞呢 那c的shoot是應該 文藝不對啊 你怎麼會選豬未來式呢 所以答案選a嘛 可是當年我相信一定有些考生 會認為a選項不是過去式 因為他認為a選項 他可能會認為spread的過去式 要加ed 所以他就困惑了 可是後方的珠選項不是ed啊 b選項不是ed啊 他可能就選一個c 懂了嗎 ok a就是答案 a是過去式 搞定了哈 ok 好沒問題 再來請看 他說 it was carried on sailing ships 當時鳳梨是被在航行的船隻上被載運著 around the world 在全世界航行的船隻上被載運著 為什麼呢 because it was found 因為鳳梨當時被發現 to help to 策略 prevent scurvy 能夠有助於去避免scurvy 他爸你看不懂 什麼叫scurvy呢 是a disease 一種疾病 什麼疾病呢 that就是hitch 經常會對sailers on long voyages 在漫長的航海旅途當中 會對水手做什麼動作的疾病 第五題很簡單 因為你只要搞清楚文藝 第五個空格前面的that是關帶 代替前面的得之椅子 是疾病 後方是水手 那疾病會對水手做什麼動作 a bother 剛剛不是在前一篇才講到bother嗎 怎麼又出現重複的字 困擾 一種疾病會困擾水手 可以接受 contact 不叫接觸嗎 你怎麼會講 一種疾病經常接觸水手 我只聽過人接觸到疾病 我可從來沒有聽過疾病接觸人啊 根本沒有這個文藝 所以B不能選吧 suffer 我也是聽過人受苦 怎麼會講疾病suffer呢 對不對 你c也不通 文的 也是我們的幾本紅本自編探討過的 受傷有兩種 一種是意外受傷 是injured 一種是刀劍槍炮的受傷 你怎麼會疾病使水手受傷呢 不通嘛 水可以選的就是a嘛 對不對 前面有個我剛剛故意不翻 這種疾病叫scurvy scurvy 什麼意思 它叫敗血病 你可以上網去查 敗血病就是嚴重缺乏維生素C 以前的航海的水手 在海上一航行就是數個月 動輒數個月或半年或甚至更久 可是水手在船上賴以為食的食物 就是海鮮 OK 而生鮮蔬果在船上 在當時沒有冷藏冷凍設備的進行之下 根本沒有辦法帶蔬果上去 因為一下就爛掉了嘛 所以呢 水手就長 因為長期缺乏生鮮蔬果的攝取 而嚴重的缺乏 這個維他命C OK 那你缺乏這個的時候 很容易產生皮膚的溃染 諸如此類 免疫系統的病別 所以scurvy這個敗血病 有一種稱呼 有一種暱稱叫做水手症 清楚了嗎 OK 他們後來發現 鳳梨這樣東西 它有非常豐富的維他命 OK 維生素也非常豐富 即便放在船上 過一段時間爛掉了 還是可以吃 就是這樣 OK 好 它變成當時水手的救命顯蛋 沒問題 所以第五空格是 疾病困擾的水手 Bothered 你看最後一句話用什麼句型 It was 點點點的 你看 寫作的強調劇情多好用 它強調是時間副詞篇 At the end of one of these long voyages It was at the end of one of these long voyages 就在這些漫長的航海的其中一次的結束的時候 That The Pineapple came to halfway to stay 鳳梨來到夏威夷而流了下來 OK 這一篇第一題 要特別小心 懂嗎 那關帶關複是基本功 Sprite 動詞三代不變 有問題 搞定 可以了 好 沒問題我們來看第三篇 它講 特殊奧運 特殊奧運早期叫做殘障奧運 後來不太尊重 就叫特殊奧運 有人取英義叫做帕運 你剛剛有聽過吧 來請看一下下方的單字 第一 這一篇文章很多人 這一篇題目很多人出的是第二題 第二題跟第五題 不過第二題又在當年考完之後 不少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我個人也認為 這個初題是有瑕疵的 所以我們講大考中心 還好今年的學生的英文沒有什麼爭議 沒有爭議 OK 否則真的會讓人產生很困擾 但大考中心從來 這件事情也不太改善 OK 好 待會兒我們再說 我們先看下面的單字 你看 Paralympics叫做特殊奧運 或是殘障奧運 就是身體是某個部位 有層級的運動員 所參加的奧運型態的比賽 你看那個Paralympics怎麼來的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在 上學期的紅本有一個字叫做 使癱瘓 叫做paralyse 名詞叫做paralysis 有印象吧 他要把這兩個字結合在一起的 paralysis叫癱瘓 對不對 身體的某個部位癱瘓 但引申完像是讓意識癱瘓 讓教宗癱瘓的癱瘓 上學期紅本的字喔 你看他取para 然後再取代O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這個 然後專有名字大寫 看到了嗎 所以叫做paralympics 這個運動員 身體某個部位 有殘疾的運動員 所參加的奧運型特的比賽 早期叫成上奧運 後來叫做特殊奧運 也可以 因為奧運是來自於 奧 所以這個paralympics 那叫怕 怕運 聽懂嗎 這個字型變化認識一下 蠻有趣的 OK嗎 好 問題往下手 請看第二 基本字 athlete運動員 形容詞 注意中音 寫athletic 運動員的 運動會 anathletic meet 有同學問 老師可以寫成athletic meeting嗎 可以 但是meet 尤其是美語 meet 如果當名詞 是專職運動員的競技比賽 就是運動會 所以我們常看到的是 anathletic meet 但是如果你看到人家寫meeting 可以接受 懂了嗎 好 沒問題運動會 第三個字 able 能力 名詞ability disable 使無能 所以disability 叫身體的成長 可數 好 再來你看 現在開始很多片語一直冒出來 第四個註解 turn 這個字可以叫觀點 但是習慣用複屬型 叫in turns of 以什麼什麼的觀點來看人事物 好我照過去一句你聽聽看 比方說 I don't like jack because he always see everything he always sees everything in terms of money 我不喜歡傑克 因為他總是以前的觀點來看每一件事情 懂得 或這樣講 台灣is a great place in turns of security 就以安全的觀點來看 台灣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對看事情的觀點 叫in turns of 懂得嗎 好沒問題再看 第五老朋友 risk風險 冒著什麼什麼的危險 at risk of 比方說 he saved me at the risk of losing his life 冒著失去生命的風險來救我 對不對 要專注 聰明的人現在就一直在記的 來翻過來 請看精神三頁 第六 我們高一作文的第二本也教過 許多人努力賺錢 卻以健康為代價 卻犧牲了健康 你看那個cost 不要翻成成本花費 要翻成代價 expense 就是花費 引申為代價 叫at the cost of 他努力工作 卻犧牲了健康 he worked hard at the cost of his health 對不對at the expense 好這個評語很好用 再來請個七 我們講輪流一定是兩個或以上輪流 一定會用複數型 turn 該你了 it's your turn 請注意他的寫法 輪流做什麼動作 用take turns 後面用動名詞 或是下方的寫法叫do something by turns 比方說 在旅途中我們輪流開車 we took turns driving the car 或是we draw the car by turns ok 這些片語都要牢記 好沒問題 第八個簡單 take place 如果不叫做发生 它可以叫做活動的舉行 當然可以叫舉辦 所以發生 你可以用happen occur take place 對不對 但是take place 有沒有看到第二例叫做舉行 所以我們常講說 活動不是被舉辦嗎 right 但是你用take place 不管是叫事情的發生 還是活動的舉行 你不能用被動 你必須要用主動 如果用被動的話 會用這種寫法 對不對 我們稍微再寫一次 ok 我們寫一件是 寫活動好了 這邊不要翻成活動發生 活動舉行 因為這個評語必然要主動 好 那如果是活動被舉辦 被舉行 你會用被動的話 要hold的被動 人舉行一項活動是用hold的 對不對 所以活動當主持的時候 被動就用beheld 被舉行 好 中文就相對注意一下 喔 被舉行 被舉辦 OK嗎 好 沒有問題喔 take place beheld 這個評語其實並不 並不很難 對不對 好 有沒有跟上 好 再往下走 你看第七個take off簡單 脫掉衣帽裤 挖會隱身為起飛嘛 穿上是put down 著陸是land嘛 對不對 第十個認識他 bit可當動詞名字 投標或競標 好 像我們講說 這個很多的 各個國家的那個城市 他們會向奧委會 來競標 是某一年的這個奧運的主辦國 對不對 叫bit 好 第十一基本是host 主持主辦 當名字就是主持人 主辦人 或是主辦城市 主辦國家 主持人 好 沒什麼大問題 來 我來做題目 好 第一個記性詞 其實不會很難 我來請看 the Paralympics are Olympic style games 我們都翻成特殊奧運 特殊奧運呢 是奧林匹克形態的競賽 for 對於athlete 運動員 with有著 a disability 這個身體的成長 到底翻 特殊奧運是對於有身體成長的運動員 的一種奧林匹克形態的比賽 好 再來 they were organized organized 會不會要翻成組織 可以叫做籌辦 會叫籌備 they were organiz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Rome in 1960 他們是在1960年 在羅馬第一次被籌辦的 好 第一屆是1960年 一樣每四年一次 in Toronto 1976 1960 64 68 70 72 76 第五屆 在1976年的加拿大多人多 多人多 很多人會唸錯 ok 你聽加拿大跟美國人唸 他不會唸成Torrento ok 好 那前面那個O這個音幾乎不見了 會唸Torrento Torrento ok 就像紐約不要唸New York 會唸New York Boston不要唸成Boston 很多人唸錯 in Toronto in 1976 在1976年的加拿大多人多 the idea 這種想法 什麼想法 putting together 集合在一起 放在一起 put together different disability groups 把不同的身體成長的團體 集合在一起的想法 好 然後怎麼樣 sports competition 運動競賽 what sport 誕生的 第一空格很好奇 集合不同的身體成長的團體 來進行運動競賽的想法 在1976年的加拿大多人多 誕生了 好了第一空格 for with us on 你會選哪一個 把不同的身體成長的團體 集合在一起 是為了要進行運動之競賽 for表原因嘛 所以當然選A 特大並不難 ok 也就是說 前面幾届 主辦城市呢 他們都是 這個 選幾個身體成長的形態者 但是呢 1976年就把所有的身體上有任何的成長者 全部把它集合在一起 ok 所以他說 today 來自於六種不同的身體成長團體的運動員 sports event 運動競賽項目 有哪六種 視障 聽障 上半身肢障 下半身肢障 還有那個 上下半身 這個成長 還有腦麻 諸如此類 你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所以他們需要很多的輔助器材 ok 好 那第一個空格沒問題了 那所以他 加拿大多人多 在1976年吧 有六種各種不同的身體成長 成績的人 集合在一起 來進行運動競賽項目的想法 他說 第二個空格是有爭議的 they emphasize the participant 不要忘記 participate 名詞 participate 參與者 they emphasize the participant achievement 特殊奧運是強調 參與者的運動的成就 怎麼樣 their physical disability 他們生理的成長 好 那第二空格當然要填一個 帶有介系詞的片語 對不對 那後方是disability 好 你會不會選出 at a causal at a causal 以他們的身體成長為代價 來強調其運動成就 他們本身已經有身體的成長了 結果為了參加這個身體變更糟 你怎麼會以他們的身體的成長為代價呢 犧牲掉他們的身體成長 不同 你會用at a risk of 冒著他們身體成長的風險 來強調其運動成就 這怎麼可能呢 對不對 好 那B選上可不接受 instead of 取代 而不是 特殊奧運是強調參賽者的運動方面的成就 而不是去強調他們生理方面的成長 可以接受吧 我們之所以把這些有身體成長的人 集合在一起來進行運動競賽 並不是為了要強調他們身體有成長 而博得同情 而我們的重點還是放在他們在運動方面是很有成就的 可以接受吧 那你A選這樣可不可以接受 interns 當然也可以接受啊 特殊奧運以參賽者的身體的成長的觀點來看 強調了其運動方運動員的成就 沒錯吧 就以這些參賽者他們身體有成長的觀點來看 更加的凸顯出他們在運動方面的成就 也可以接受嗎 不對啊 當然也對啊 大考中心給的答案是B OK 但是有太多的老師說A文藝的正確 這就是設計的瑕疵 清楚了嗎 OK 大考中心也沒有做任何的解釋 他只寫了一個回函 不叫協會有要求事宜啊 OK 大考中心的回函是B選項文藝正確 就這樣 我們要求的是你要解釋A選項為什麼不正確啊 大考中心也沒有講 OK 好 所以你看這就是有瑕疵 好 那大考中心給B了 但是包括我在內非常多人認為A也可以接受 OK 你看A選項再翻一次啊 特殊奧運以參賽者的生理的成長的觀點 來強調參賽者的運動的成就 對不對 你看他們身體有成長 以這個觀點來看 更凸顯出他們運動方面的成就 我覺得A選項也可以接受 B選項也可以 是強調其成就 而非強調其成長 對不對 我們不是為了要舉行這個比賽 來讓人注意到他們身體成長 而博得同情 你這樣解釋也通 好 The number of 是一些 The number of 是一個附屬群體的總數 對不對 The number of athletes 運動員的總數 怎麼樣 In the Summer Paralympic Games 這個參與的夏季特殊奧運的運動員的總數 一樣它跟這個所謂的一般的奧運也有分成夏季跟冬季 to 3806 athletes from 136 countries in 24 好 那後面可以訓練你的那個英文的發音 已經從1960年第一屆來自於23個國家的400位運動員 增加到2004年來自於136個國家的3806位運動員 我們再練習一下 Has increased from 400 athletes from 23 countries in 1960 to 3806 athletes from 136 countries in 24 好 那你告訴我第三個空格的前方 The number of athletes 叫運動員的總數 是主詞 所以第三個空格要填動詞對不對 錯 做題目要細心一點 你不是主詞後面就必然是動詞耶 因為你可能要看整個句子的真正動詞在哪裡 你告訴我這句話的真正動詞在哪裡 我這樣講好了 你告訴我第三個空格前方 The number of athletes 這個主詞是number還是athletes 是number啊 是運動員的總數啊 是運動員的數目啊 那你如果第三個空格認為要填的是真動詞 就變成了運動員的數目參與 你怎麼會講數目參與呢 所以第三個空格肯定絕對不是真動詞 所以我們找一下啊 我找到了真正的動詞在下一行 ha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athletes has increased 有沒有看到 請把那個has increased畫起來 運動員的總數已經增加 好啦 一個句子只有一個真正的動詞的前提之下 你第三個空格當然就不能再填另外一個動詞 那你要再寫動詞 基本上就是現在分詞表所動 各位分詞表被動嘛 你怎麼會選A的動詞圓形呢 你怎麼會選輸的不定詞呢 那B選項如果不解讀成過去式就是被動嘛 但是運動員怎麼會被參加呢 所以是運動員參與 所以當然選C嘛 那C選項怎麼來的 關帶的省略嘛 還原 the number of athletes who participated in 當時參與夏季特殊奧運的運動員們的總數已經增加 對不對 那很簡單嗎 所以C選項 他是考一個句子只有一個真正動詞 而前方把關帶省略 分詞化的基本觀念 所以當然選C 這題不難 請看第二段 the Paralympic Games have always been held in the same year as they only began 有沒有看到the same year as 這個畫起來 這個很容易入題 這個表達是這樣 the same as 與B相同的A 好 有到的分喔 與B相同的A 照個例子好了 來 she wears the same dress as mine 他穿著跟我的洋裝相同的洋裝 與後者相同的前者 the same as 他穿著跟我的洋裝相同的洋裝 與後者相同的前者 今天有同學還蠻關心我的 跟我聊天說 老師你變胖了 嘿嘿 不用工作當然會變胖啊 對不對 過年吃吃喝喝當然會變胖啊 OK 我沒有胖多少 胖了4.8公斤 我很快就會瘦 你放心 OK 好 有沒有問題 可以 好 所以像我們的言歸正傳 The Paralympic Games have always been held in the same year as the Olympic Games 特殊奧運 特殊奧運 一直跟奧運 是在相同的一年被舉行 OK 你看這邊的Health就被動了 某一年舉行特殊 某一年舉行奧運 同一年就要舉行特殊奧運 但是在一開始 並未必會在相同的城市喔 然後後面會解釋給你聽 他說 Since the Seoul 1989 Pelempic Games 自從1988年的 Soul 1988年的時候的 韓國的首都的 Soul 在英文還叫做漢城 之後才改成叫索爾 所以按照尊重歷史的話 你其實應該翻成 漢城奧運 你查網路就知道了 當時不叫索爾 奧運 叫漢城奧運 現在叫索爾 自從1988年的 漢城特殊奧運 好 這次夏季奧運 And the Elberville 1992 Winter Perry Games 以及1992年的 Elberville 是法國一個滑雪度假勝地 舉行過不止一次 冬季奧運 以及在1992年的 法國Elberville 冬季特殊奧運以來 They have also 什麼In the same city As the Olympics Olympics 好你看 因為這個巨手有一個 since 自從 對不對 那你因為since 叫自從 你時態一定會用線 來完成式 只是要注意主動會被動 所以你看第四個空格 他沒有考時態 你看第四個空格 你看第四個空格的also 前面有個have 他是用線的完成式 對不對 後面加上pp 那我們先就 第四個空格的聘語 來用動詞原型來解 take turns 人流 be take place 舉行 see take up 脫掉 起飛 你告訴我 什麼叫take over 我沒有注就表示第一本已經學過了 接管 有沒有一下 你在下一次看到take over 在某一回是當答案 所以我說學過的東西你不要忘 第一本的take over 已經學過了 所以我才沒幫你注 你看第四個空格 就基本文藝嘛 拼語就是文藝而已嘛 你看 自從1988年的漢城奧運 以及1992年的Alberville冬季特殊奧運以來 1988年的漢城特殊奧運 以及1992年的Alberville冬季特殊奧運以來 特殊奧運也跟奧林匹克比賽一樣 在相同的城市 人流 通嗎 你看一下文藝 第四個空格前面的they是特殊奧運 後面是在相同的城市 特殊奧運在相同的城市人流 你要人流至少兩個不同的城市吧 今年是這一屆是台北 下一屆還是台北 再下一屆還是台北 這叫再相同的城市人流嘛 這不通啊 OK 好那C跟豬當然不同 所以當然選的是舉行 對不對 用下來完成式 好也就是說 當時的1988年的漢城舉行夏季奧運 他們為了這個所謂的省錢以及方便 就把原來的夏季奧運的設施呢 在原來的漢城讓特殊奧運的選手們使用 欸 結果那就變成說這樣會比較經濟實惠 也不用這個這個勞民傷財 結果下一屆的1992年的法國 當年也舉行了冬季奧運 他也把原來的場地設施來同時舉行冬季特殊奧運 懂不懂 就變成一種習慣 OK 好來沒問題 所以呢 這個第四個空格是舉行了 再請看下一句 表明確的時間 June 1921 在2001年的6月19號這一天 An agreement 一個協議或協定 What sign 被簽定了 誰 Between the B A是誰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國際奧委會 IOC B是誰 The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國際特殊奧委會 叫IPC 在19 在2001年的6月19號這一天 在國際奧委會 22年那一天 From the 2012 bit on wars 這個on wars 學生沒有列表 不過這個在法律文件當中很常用 具有法律效應的文件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在講到上學期有一篇叫 印度的面積因為地盤的移動而不斷的向北方的喜馬拉雅山脈往北推進 它也有一個選項叫Way war 有沒有 鋼幣自用的 那不是答案 這個on wars 具有法律文件常常出現的字 比如說我們那個法律文件會常講 某一件事情自什麼什麼期 失效 或自什麼什麼期 生效 那叫on wars 這個字看懂就好了 OK 所以當時所簽訂的協議 生效期 是2012年 所以請看翻完 From the 2012 bit on wars 從2012年的競標開始算起 The city hudges 被選擇要舉行奧林匹克比賽的城市 也必須要去主辦特殊奧運 你必須在同一個城市中舉行兩種不同型態奧運 這變成了一種規定 好啦那現在回到第五空格 簡單的可怕 國際奧委會跟國際特殊奧委會兩者之間簽訂一個協議 要去keep this 維持這個什麼 A可不可以選 peace 一片一塊 按照現在台灣著列的中文 A選項可以當答案 為什麼 這一塊我都沒有了解 我很少涉獵這一塊 這一塊我都不懂 有沒有 什麼爛中文 當然A不能選啊 OK B deadline 截稿日 截止日 怎麼通呢 Date 日子 某一個明確的日子 或日期 維持這個日期 怎麼通呢 practice 練習 維持這種練習 怎麼通呢 答案選豬啦 OK 好 第五題小心 當然如果當作練習不可數對不對 不要小看他耶 我們在做往後的各大題 包括綜合實驗的後面的題目以及文英選天 practice當作可數名詞啊 叫做慣例 結果在學測光是這個定義 竟然還入體了三次 OK 所以答案是這個 國際奧委會跟國際特殊奧委會 兩者之間簽立個學議 是要維持這一種慣例 OK 同一個城市舉行兩種不同的奧運 以前是慣例 後來就變成了必須要怎麼做 叫practice 懂了嗎 這種慣例可能是個人的 或是眾人的 有人翻成習慣 管理 OK 好 你看 題目大大小小 反正不管怎麼樣 有沒有當答案全部都要懂就對了 對不對 好啦 我們完成了一年